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了,到第五節,到了今晚的節目時間 你知道其實在《壞語權爭奪》裏面 我想除了《壞語》本身能夠製造一種恐慌 或者製造一種假象之外 另外一樣東西就是希望透過《壞語權》 背後它那種用字那種可能是毒辣、精煉 希望令到讀者、令到看的人覺得 如果我不跟《壞語權者》的那套論述去想 沒有運行的 所以很大程度上就是 現在無論在媒體 無論甚至是在一些主流論述裏面 《壞語權》控制已經成為了一個社會運動 其中一個有沒有效的很重要因素 你剛才也說過一件事就是 社話還是不做實事 但其實所謂做實事本身背後究竟是什麼 其實根本都沒有人講清楚 難道你說起個九宮廁叫做實事 你整個牌就是說 藍廁左邊、女廁右邊叫做實事嗎 這些根本就是廢話 這些做法基本上很多人都慢慢踢爆了 就是某些黨的所為 另外一方面 其實都講到一件事就是 主流媒體甚至一些親建制媒體都說 你們的公投本身 其實很大程度上 就令到跟中央的關係惡化了 但其實如果大家都留意到一件事就是 其實很多時候一些 一些親建制派裡面的官員 經常都說香港人對於政治發展沒有共識 不斷用沒有共識作為一個理由 去到說 所以就要跟政府那一套走 這些很容易拆的 其實 就是 講一個俗語的例 就是 等於有個人欠你錢 欠你兩萬元 那他就說我還給你 那一年不還 那你追他錢 那是你朋友 是的 那你追他錢 他跟你翻臉 那有什麼理由說 你問他追錢 那他就會令他感情差呢 因為是他不還錢在先 是不是 你當然可以這樣說 你永遠不追錢 那就是關係好 對 大家看到還可以握手 你會不會當那個人是朋友 你不會的 是不是 現在我們的問題就是 如果你說 我們有這個權力去 一人一票選特首和全體的立法會 這個也是 基本法裡面答應了 那我們問他 你什麼時候 到底你是不是真的 你沒理由那個人 你問他欠你兩萬元 他還假銀子給你都照收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你一問他 喂 老友好像不太妥 大家這麼老友 你不是這樣對我 他馬上反面 如果你真是老友 就不要問我 你明知道我騙你的 那他就不會說 或者說我下次見面才還給你 但永遠你都見不到他 這輩子都不用 現在不是 那程度就是這樣 你明知道爺爺騙你 你都不要出聲 你怎麼搞什麼 關係這麼差 你怕了爺爺 以後 他就不給你 現在可能你不出聲 他知道自己選 將來良心發願給你 就是這樣一回事 老實說 都不用大大智慧就知道 很多老千都是這樣的 問你借兩萬 還了五千 就說不好意思 我又不行 我借多你一萬 合共借你二萬五 很多人就笨 就是說 喂 他差我一萬五 如果我現在不借一萬給他 那一萬五一定沒有 搞到關係這麼僵 不如我給他多一萬 改善關係 現在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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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錢給你沒問題 我這個就2017還給你 第一筆 第二筆2020不一定還 不然 不過不好意思 你要先在這個 2011先簽成下文 再借多一萬給我 我如果到時有 我給你 我給你 浪費氣的意 現在市井智慧 大部分人被人欺騙都是這樣 現在我們的領導人 和學者 就是連市井智慧都沒有 第二就是 如果講學者 那種露顏皮骨 我真的沒有辦法再忍受下去 某一些政黨 覺得他們是對歷史負責任 因為這樣 又要談 亦都是爭辯自己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一早已經談到 因為奧倫大 如果講共產黨的共識 如果他說共識 共識當然是沒有絕對的 只有相對的共識 相對的共識就是 在某時某空 某地之下 多數人認為的就是所謂共識 如果說所有人都要同意的東西 就一定沒有 實際上沒有這個共識 這個不是我們講的共識 那個共識就是 在某時某地某個空間裏面 在那個時刻 就著一個議題 或者多樣的議題 暫時有一種意見 那個就叫共識 是不是 OK 現在共產黨跟你講 喂 沒有共識沒有 那就找我們去問 邏輯上是一個背論 有什麼理由 你去與虎謀皮 跟那個老虎謀皮皮 就皮我 好嗎 當然不會拿到那塊皮 叫火雞投票 到底聖誕節 應該不會有 火雞當然不會投票 有聖誕節 因為老虎自己先死 沒有興趣 整個問題的發展 已經達到了滑溪和無恥的程度 有些人 好像梁耀聰之後 還說我們 變相共產黨 浪費錢 要聯繫立馬 老實說 都沒有辦法 幾天都沒有拆牙 一抹開口 一抹開口 怎麼搞 下次跟他聊天 當然要打好罩 OK 好了 這段時間到這裏 下節 繼續把一些貿易搬出來 繼續和大家討論 一會見 вниз 遊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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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玩